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绿色衣服 谁 断业院士 再加 还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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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很多长辈不知道怎么样去识别 所以常常发生很多诈骗的事情 那今天呢 透过这个媒体试读的一个宣导呢 我相信呢 可以减少呢 我们长辈们呢 被诈骗的这种情况 老朋友这么多啦 不要给人家欺骗啦 诈骗集团很多啦 都打电话都要借钱啦 就很多很多的诈骗人一直在问啦 我们这没办法 我们知道七八十位啦 加强自己注意一点啦 现在的假讯息是非常非常的泛滥 因为所有的媒体几乎都被人家掌控住 一般的观众也很难去判断是什么是真的是假的 既然我们不知道的话 就是以后真的要小心去查证 不要随便乱传啦 人云亦云这样子后 往往都是变成一个帮凶 把假讯息又扣大出去 造成更大的伤害 在资讯选择众多的时代 诈骗与假新闻层出不穷 一不小心悟信 就会对英法族生活品质造成变数 加入终身学习 有助于公民继续维持适应社会的能力 拥有媒体试读的素养 最好的方式不是不看消息 不看新闻 而是要多参与社会 多和朋友交流走动 有机会表达就可以接受四面八方的看法 进而思考 养成更强的媒体使用能力 来增加生活的乐趣 英法族不只当年龄的赢家 也要当新时代资讯共用和交流的赢家 记者蔡小军 采访报导